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嘻哈妹觉得这还不够刺激 就提议讲恐怖故事 大家一听就来了兴致 而讲着讲着就说到了对面的那栋房子 传闻那栋房子里住着一个女人叫做朱莉 脾气性格很是古怪 而且传说那里出过人命 嘻哈妹说既然那里那么有故事 不如去看一看 也许就是个精神病女人根本没那么邪乎 并且你叔叔是不是有他家房子的钥匙 我们这就去捉弄捉弄那个家伙 而黑妹不想惹事 但实在又不过 也只好同意 他趁着叔叔睡着 小心翼翼的下楼拿到了钥匙 然后返回去找闺蜜 结果闺蜜们却不见了踪影 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们能去了哪儿 黑妹是挨个房间寻找 结果一开门 几个骷髅骨架就冲向了他 吓得黑妹是瘫软在地 结果原来是嘻哈妹他们搞的恶作剧 随后黑妹叮嘱嘻哈妹 逗逗他就可以了 不要太过分 嘻哈妹是满口答应 然后就带着珍珍爱连连出发了 顺便还带上了黑妹的妹妹娇娇 黑妹则留下来看家 而屋外是大雨倾盆 几个人借着大雨悄悄地潜入了朱丽的家 黑妹担心他们出危险 一直看着外面 忽然真真慌张地跑了回来 他痛哭流涕地说他们遇到了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什么事情也不说 就只会在那里哭 黑妹赶紧给其他人打电话 但都没有人接听 直到给嘻哈妹打去 电话声却从房间里响起 黑妹顺着声音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果实袋 他也是懵了 这里面是谁呢 黑妹颤颤巍巍地拉开了拉脸 里面果然是一动都不动的嘻哈妹 但还没等黑妹害怕 嘻哈妹已经是憋不住笑 笑了出来 好吧 又是一个恶作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呢 黑妹气呼呼地问其他人在哪里 嘻哈妹却说不清楚 他说他们进了朱丽的家 由于太黑就走散了 所以就自己回来了 什么 那才多大地方 怎么可能走散 黑妹自然是不信 继续给其他两人打电话 这时爱的电话接通了 却从里面传来了急促紧张的求救声 随即电话就被挂断了 黑妹认为这还是他们的恶作剧 但嘻哈妹却看起来很着急 他再次返回了朱丽的家救人 结果去了又是很久都没有回来 珍珍这边看起来有些迟钝 他悄无声息地开门离开 走时也没有告诉黑妹 好像是被什么人叫走了似的 随后黑妹也坐不住了 想要亲自去看看他们搞什么鬼把戏 沿着黑漆漆的小路来到了朱丽的家 这里黑灯瞎火也没有灯 安静的可怕 黑妹一步步地上了二楼 找遍了好几个房间都没有看到人影 这时他忽然被什么绊了一跤 低头一看居然是一只断手 看衣服的材质 这分明就是爱爱 黑妹吓得赶紧就要跑 这时楼下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应该是朱丽的爸爸 他生气地斥责朱丽又在搞恶作剧 黑妹小心翼翼地躲在了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 却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妹妹娇娇 借贴借地妹妹没事 接着二人偷摸地下了楼 刚要开门离开 不料却惊动了朱丽的爸爸 二人是撒腿就跑回了自己的家 此时却不知道叔叔去了哪里 黑妹让娇娇上楼睡觉 自己则赶紧封闭门窗 不料当她一抬头 发现一个浑身破破烂烂的白衣女人就站在家门外的不远处 这难道就是朱丽 黑妹是害怕极了 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可也不知道朱丽怎么会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黑妹只好再次寻找躲藏之地 这次她躲进了窄小的卫生间 这下朱丽应该是进一步来了吧 这时她的手机忽然收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竟然是此时此刻黑妹的样子 黑妹再也无法忍受 打开的窗户夺命狂奔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而此时摇晃的摄像机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 一步步地往娇娇所在的房间走去 故事到此结束 是的 本篇没头没尾 就像毛骨悚然撞鬼经理的一些小故事 重在让你自己想象来吓唬人 听起来可能没有意思 不过在恐怖氛围的营造上还是不错的 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 打电影解说一下 早更喜欢这个行动 最后 大家开心的电影解说一下 出院的电影解说一下 电影解说 een单身的电影解说